大家好 我是放輕鬆 你是花錢如流水的人嗎? 但你再怎麼會開銷 大概都沒有強尼代譜厲害 強尼代譜目前正與財務管理公司訴訟中 強尼控訴對方未盡管理職責 對方也不遑多讓 暴露強尼代譜奢侈揮霍 花錢如流水的惡習 該公司聲明 強尼代譜一個月就要花掉台幣6074萬元 13年來開銷高達台幣197.4億元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強哥到底把錢花去哪裡了 Number 1 月花91萬台幣在飲酒上 強尼代譜在神鬼奇航系列電影中 演出熱愛藍母酒的瘋癲傑克船長 私下也是個嗜酒如瓶的人 他從世界各地購入各式各樣的名酒 但他不像那些收藏家將酒數之高格 再昂貴的酒我們強哥都會把它喝掉 Number 2 月花台幣607.4萬在私人飛機上 對於嗜酒如瓶的強哥而言 只能享用航空公司所準備的酒 已經不能滿足他的慾望 為了在飛機上 也能夠喝自己所攜帶的名酒 我們強哥乾脆買了一架私人飛機 要帶幾罐要喝多少隨他便 他的私人飛機來頭也不小 是一台時速高達966公里的 Golfstream GV私人噴射機 Number 3 花台幣22.77億元 在世界各地購入豪宅 強力帶普在世界各地 共有14處的房產 其中一棟是位於南法的城堡 占地45英姆 市值台幣4.1億元 還有五間在洛杉磯市的閣樓公寓 並肯德基州的馬房等等 每套房產 對於專職的工作人員 維護並整理 Number 4 花1.6億台幣購入3座私人島嶼 捷克船長 怎能沒有自己的經營島呢 強力在巴哈馬群島 花了1.6億元買下了3座小島 供自己度假放鬆用 Number 5 花5.4億購入一艘156英尺長的豪華遊艇 私人島嶼還有私人噴射機都買了 怎麼能沒有私人遊艇呢 但令人驚奇的是 強力逮捕花在遊艇上的費用 竟超過購入私人島嶼的3倍以上 並且每個月還得花上台幣1063萬來保養 由於開銷實在太大了 強力只好忍痛將該遊艇出售 而接手的主人 居然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羅琳 Number 6 花數百萬美金在吉他收藏上 除了演員的身份外 強力逮捕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歌星 過去曾組過樂團The Kids 每次的慈善一演 強力逮捕都會以吉他手身份出現 展露自己的音樂長才 當然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己氣 這個道理我們的強哥當然懂 他在研究的工具上 從無吝嗇小氣 擁有超過70把吉他 儼然是一位吉他收藏家 Number 7 花數百萬美金在鑽石飾品上 強力逮捕對於鑽石飾品也是強烈的熱愛 是平時穿搭所不能缺少的配件 這些年來已花了數百萬美金 在這些閃亮的石頭上面 先前更傳出他的鑽石袖扣 標價高達台幣1215萬元 Number 8 花數百萬美金在藝術收藏上 強力逮捕除了收藏吉他 對於藝術品也有著高度的興趣 他花費了數百萬美金 收藏超過200件藝術品 這當中也包含安迪沃 雅美提歐莫迪里安尼 薩米歇巴斯奇亞等知名藝術家的作品 他曾向曼哈頓一郎購入三幅超現實主義畫家 Lenor Finney的大作 其中一幅要價744萬元的畫作 是他買來送給前女友安伯赫德的禮物 Number 9 花數百萬美金收藏好萊塢名人的私人物品 除了藝術收藏 強力代表也喜歡收藏名人的私有物 如馬力聯盟錄、馬龍白蘭度等傳奇巨星的珍貴收藏 甚至因為這些收藏品實在囤積的太多 需要用到12個大型儲存設備才有辦法容納他們 數量與價值都令人驚嘆 Number 10 年花台幣1元在40名全天候私人保全身上 身為好萊塢巨星身邊若沒有私人保鏢 只在說不過去 在全球各地強哥聘請了40位保全人員 輪番保護自己與家人的安全 Number 11 在家人、朋友以及特定員工身上 熬值超過3億台幣 強力代譜不僅在自己身上花錢 對於自己的親友甚至關心要好的員工 出手都相當大方 這些年來已經在他們身上付出了超過台幣3億元 其中包含他家人的生活開心 他曾為母親在好萊塢購買一棟百萬美金的豪宅 並在媽媽生病期間 每月提供106萬台幣的照護費用 不僅如此 他還為一名小時的玩伴基友 出資台幣1.2億元 建立自己的音樂平台 可惜沒多久就因經營失利面臨倒閉 Number 10 花台幣911萬元 替死去的蠔友舉行大炮煙火葬禮 他的作家兼記者蠔友 彭特斯托克頓湯普森 在2005年世事 為了完成他最後的遺願 強力代譜花了台幣911萬元 把蠔友的骨灰 以大炮發射煙火的方式 噴射到科羅拉多州亞斯本市的天空中 這種葬禮似乎有點無厘頭 但也看得出我們強哥浪漫的情懷 甚至在對方過世後 都甘願在他們身上開銷 對於節儉的人來說 或許不認同強力代譜 如此花錢如流水 但畢竟那是他自己的錢 他愛怎麼花就怎麼花 真的沒有什麼不好的 不但自己花的爽快 也造福周邊的親朋好友 甚至促進經濟成長 總比那些守財奴來得好吧 生死有命不貴在天 今天你不花錢 或許明天就沒有機會花了 也許我們該學學強力代譜 讓超票多些浪漫 但我還是真心的覺得 強哥要學學理財 別讓自己破產啦 還有分我一點零頭花花吧強哥 今天先說到這裡了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